《恐怖片》 名叫一套恐怖片 就是1999年的這套死亡雜作 它是一套 本身之前已經試過有 但它將風氣大行其道 直到近來 大約幾年前出了一套叫做《Coverview》 那種拍攝手法就是那種手機式的 所謂扔到人死的拍攝手法 拍攝鏡頭是非常主觀的視點 通常都是攝影師或隊員 去一個恐怖地方冒險隊員 我們作為觀眾 通常都會代入著這個角色的視點 去觀察整件事的發生 香港的《怪談》節目 都很喜歡用這個方法去拍攝 今天我們不會去說 這個所謂的理論 即是這種拍攝是好還是不好 或者到底拍攝的真實性 和虛假性的研究 因為那些東西太沉醉了 而且我覺得沒甚麼用 反而我想說回《死亡雜作》 今天想說回《死亡雜作》內容 其實作為一套恐怖片 《死亡雜作》是非常特別的 而且它是可以這樣說的 我們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影評人都想 對《死亡雜作》的現象 有一個反思 很多時候他們會偏面執著於某一點 因為其實《死亡雜作》 是一個正正跟他吐氣的龍一樣 都是有一群學生拍出來的 成本非常低 據聞好像只有2000美元 整個場景 是一個不用用錢去搭的自然的郊外 裡面亦好像沒有任何特別的恐怖客人的道具 但另一方面 拍出來的東西 有狐狸糊塗 有狐狸麻擦 有鏡窯 但不知為何這套戲 又可以很收得 可以成為票房冠軍 很多人都是屬於他的形式 就是覺得觀眾可以完全地 代入了那個角色的視野 所以更能夠被那套戲的內容吸引 但單純掃諸特別的形式 似乎不太可效 因為這也有可能 因為當時的社會業話 大家都想知道 為何每個人都很喜歡看《死亡雜作》 所以一波瘋就去戲院看 但另一方面 其實《死亡雜作》 如果我們去了解內容 就能夠發覺到 其實這套戲和導演 是很聰明地找到恐怖片的精髓 不如我們用兩條問題 去作為分析的一個要點 首先有一個問題 就是三位隊員的性格 代表了甚麼或是象徵了甚麼 因為如果用一種古典戲劇的分析 應該這樣說 古典戲劇是有一種批判性的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正如他們的古代神話的諸神 每位神子都會代表著 不同的理念或情緒 以前的古代戲劇 每個戲劇都會有分到 很規矩地將各個角色 分成不同的所代表的立場 而就著劇情的推進 通常所謂的劇情推進 都是由各個角色之間的 衝突或矛盾是可以推進出來的 所以可能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就是疊血相同 整套戲由香港 從香港搬到越南 但如果你稍微深於看 整套戲的視野 不在於那套戲 曾經出現過的兩個轟轟烈烈的 一個戰火地方 不在於當時火紅時代的香港 也不在於當時發生戰爭的越南 整個骨幹只是關於貪婪的人物 因為貪婪而導致兩位站在對立面的角色 遭受到無理的對待,最終要報仇 所以這部電影純粹是一套疑稀的題外畫 《貼血相紅》是一套疑稀的作品 因為它當作為重要性議題的背景完全沒有交代 純粹是想透過背景的激昂性去襯托角色 帶來一種思思感 但問題是你會發覺到角色和它本身處身的社會 因為整部電影純粹是一場貪婪 為了代金而發生兄弟互相殘殺的故事 這部電影純粹是歸類於古代戲劇性質的電影 但這部電影純粹是不同的 雖然當中發生了很多角色之間的衝突 但最主要是真正發生衝突的 整部電影的故事推進不在於三位隊員 互相之間站著不同立場的矛盾 接著去推進 而是他們去追查一件事 一開始他們都交代到 他們想有一個問題想解答 就是究竟一些奇怪的現象背後 是否有甚麼重要的訊息 所以他們就走入了一個森林 接著整部電影其實所發生的就是 人和所謂自然的一種對立 其實這正正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恐怖片的一個關鍵之處 就是當人或者當有一些 超越你知識以外的事物出現的時候 你通常都會陷入一種不安 或者一種恐怖的狀態 對 因為如果可以這樣說 用一個比較片面地把海華 把這個前提放去地震去說 為何很多人會這麼害怕地震呢 可能是因為地震突然之間 它的恐怖不在於突然 它突然之間的震盪可以令人很恐怖 但更加恐怖的是 可能是當地震發生過後 整個它所認識的熟知的所有事物 突然之間瓦解了 是相當之恐怖的 突然之間是從一個 一方面它身處在它本身很熟悉的地方 但另一方面 那個所謂熟悉的地方 已經變成另一個完全相反的面貌 所以那種突然之間的轉變 是一種很恐怖的一件事 可以這樣說 其實很多時候恐怖片都有一種 不過這個之後可以再說 其實這部電影是被現代文明化的人類 進入了一個未被現代文明開發的森林 所發生的一個衝突的事情 其實也有一種所謂的象徵性區別 因為森林就是一個可以這樣說 是來自於我們一個原初的地方 人類本身是由森林而來 人類本身是一種動物 因為經過理性的發展之後 他們懂得把他們所身處的空間 變成一個有意義和理性化 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所身處現居的現代文明社會 和未被開發的森林 根本是截然而分的有區別的事情 所以整部電影的恐怖之處都是在於 我們代入了這三個學生之中 向著未知慢慢地出發 再加上很多人都留意到這件事 就是那種手搖鏡的形式 令到觀眾更加代入到那個角色 因為手搖鏡的效果 令到觀眾對於 本身可以這樣說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電影的 運作的一個規律 當我們去研究一些規律 例如 為何A影像和B影像 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意義在這裏 會產生出來的 其實不在於 因為很經驗主義地說 因為一個特殊物A和特殊物B 他們兩個物質 因為結合會產生另一個事情C 所以我們必須考究全世界 或者每一秒所產生的 不同的特殊性的菲林 而每一張菲林 因為會產生各自有特殊性的一些影像 其實不是的 應該這樣說 正正我們透過去研究 為何A和B產生了一個關係 其實這個意義所產生 純粹是依靠我們本身的思維 運作模式 即是我們的思想 有一種先天的運作 運算的結構 它本身可以 可能會隨著時間 或者隨著空間 去組織一些素材 去產生一些 或者去分析出一些意義 而剛剛好 A和B的湊合 根據某些形式 是符合到我們的思維的運作規律 所以 當人去看到A和B的撮合 就會看到一些意義 或者舉一個反例 如果我們把A和B的撮合 給一些可能外星人看 他們會看不到任何意義 因為可能有個前提 就是外星人和人類的思維不同 突然之間有說這麼多 就是要說回首搖鏡的形式 那個特別之處就是 可能我們已經看慣了 或者很多人已經有一種經驗 就是對電影已經有一種所謂的 所謂的電影語言式的一些預測 很多時候我們 為何會覺得很多肥造劇 和電影會覺得很悶 是因為我們已經遇到 如知道透過某些影像的形式處理 譬如可能突然之間的霸門 或者突然之間的空鏡 或者可能突然之間有個主角看著鏡 你都可以預知到 其實可能下一秒會有隻鬼彈出來 所以正正因為有一種新的形式 去處理一種手搖鏡 而且這個形式就是 給觀眾處於一個無知的狀態 因為他很多時候當那個角色 這也是可以這樣說 是一種有限性所帶來的一種好處 因為整套戲可以說是 紛紛沉沉地搖來搖去 當角色追入了好驚恐 突然有些怪異出現的狀態的時候 正正就是可能那個攝影機 就是射向一些 或者拍攝過一些 完全是黑暗的地方 正正就是因為處於黑暗的環境 和一些大堆的叫喊聲 觀眾就會開始不知道 因為他透過這個 透過這個影像去連結到 究竟他所想像的人物 處身的位置是甚麼 而令到他產生一種驚恐的感覺 其實整套戲都是說一些 就是慢慢向這個沒有意義展開的歷程 怎樣說是一個沒有意義展開的歷程 因為裡面很多地方 你會發覺是 其實是 你無法用一個恩果律去解釋到的 很多現象都會產生出來 譬如 不知為何有個人突然消失 也不知為何很多事情很奇怪地發生 還有很多所謂不知為何的事物 譬如 有個不知甚麼符號會彈在這套戲裡出來 當然我們會有預設這個符號 其實這套戲是趕無破的 但其實可以進一步的解釋 其實某程度來說 因為這套恐怖片的精髓 而恐怖片類型 根據歷史地出現恐怖片的片種 亦與某個觀念有關 就是對於理性的反思 就是人類的理性發展到今次今日的景地 但為何人類的理性會出現 好像不太準確的情況 以及究竟人類的那麼多問題 人類社會發生的問題 是否與人類的理性有關 因為這是針對上幾世紀的 法國大革命時的一些前提 亦是我們現代文明產生的一些假設 人是可以慢慢進步成一個有理性的動物 而理性是人類的普遍性 而當人類得到了理性的解放之後 即未教化的人獲得了理性教育的話 他們便可以根據理性的原則去建設社會 令到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 但看回歷史上的某些事件 以及看回歷史書或其他科學實驗 都會發覺理性會帶來很多其他問題 究竟是否理性或人類本身是有一種缺陷 這部電影也是在說那種問題 例如剛才所說的一部電影的驚嚇 全部都是一些所謂我們不可理解的事情突然間發生 以及所謂的驚嚇也是因為角色處於一種未知的狀態 這就是可說的令人類的理性突然間突然間 人類的可以這樣說 因果律是人類的理性法則的其中一個 對 其中一個法則 但它也可能會有一個難以運作的時刻 例如可以講解就是 其實這部電影中突然出現這些符號 而且這部電影也有說到 假設令到事件突然發生的就是一個無可作水 因為這部電影的初頭也有一些片段去暗示 也不是暗示的 是強調整部電影的終極大佬是一個女巫 但其實它是否真的一個女巫 因為當我們這樣去想的時候 已經是不知不覺地將整件事已經放誅在一種推理性質 就是將它掃誅有原因 而這個原因就是因為有女巫 還有那些符號其實可以這樣說 它是有一種正如我們去… 這個其實也是關乎到一個語言本身的特性 就是我們去… 我們去…可能去其他的國家 或者去其他民族的地方的時候 見到其他國家的文字 就是似乎是文字的物體 我們都會覺得那個文字其實可能有它的意思 但其實… 或者可以再簡單一點說 就是當我們去看一些… 看一些符號學的物件的時候 的書籍的時候 看到大抽的一些奇怪的… 形在符號 都不知道它究竟是… 有意思還是怎樣 但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那些符號學家可以看得明白 正正就是可以在這裡講解 其實那個符號可以這樣說 它本身是…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但它要…正正就是經過我們一個… 即是我們觀眾經歷過… 和那個…所謂… 劇情裡面的角色 經歷過一些… 一些恐怖的租語之後 還有一個預設 就是把這個符號… 就是… 和… 回索性地 即是… 這是事後的一件事 性質來的 將那個… 那個符號… 賦予了一個意義 令到它… 認為它其實就是一個… 女巫的一個… 即是巫婆的一個… 施咒用的一個… 法術的… 一些… 這些符號… 其實… 有機會它也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 總之整部戲都是… 附入於一個… 一個… 一個… 荒冷的景地 正正是… 因為其實這部戲都是… 講解那班隊員的原因… 其實都是… 去了解整件事的… 內容區埋的… 所以其實… 他們都是… 用一種… 現代人… 或者… 一種理性… 所謂理性的方法… 去追查…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 是一種… 偵探實錄來… 而在一點… 我們可以了解到… 究竟… 這部戲裡面的… 巫婆的意義是怎樣… 是否有一種… 象徵性… 其實… 應該這樣想… 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了解… 或者… 為什麼… 美國人會傾向於… 把裡面的事物… 是… 了解成… 是… 其實… 這是… 歷史性… 歷史發展的殘餘物… 或者… 可以這樣說… 導演有意… 把這個… 歷史性發展的殘餘物… 去… 作為一種… 有象徵性的處理… 因為… 這個… 可以對應… 剛才… 反思整個… 理性的… 理性… 理性… 人類理性化的問題… 就是… 因為… 其實… 在人類未步入… 所謂現代… 現代化的… 現代化的… 文明的社會之前… 是… 在西方… 來講… 他們是處於一個… 宗教的… 宗教文明… 宗古世紀的時候… 全部都是宗教文明… 他們是… 不是視科學為真理… 他們會視… 宗教為真理… 視天主教為真理… 在裏面… 他們會視… 一些… 一些… 黑毛術… 或者一些毛婆… 為他們的敵對… 會將他們的大豬殺滅… 所以… 其實… 可以這樣說… 在這部電影… 為何會將… … 將… 這個毛婆… 去… 為何… 美國人… 或者一些外國人… 會覺得… 裡面… 奇怪的… 一些生物… 或者一些現象… 可以掃除到… 毛婆… 正正… 這個海話… 是… 一種… 挑戰性… 就是… 究竟… 人類的… 理性運作… 發展到… 今時今日… 其實… 究竟… 是否可以處理到… 原本… 他們… 所… 他們原本處理過的… 一些… 所謂被視為… 初等些… 或者低俗的… 一些… 現象… 究竟… 人可否可以處理到… 自然界的事物… 這個… 正正… 其實就是… 恐怖類型電影的… 一些… … 怎樣說… … 自在的用處… 全部都是一些… 很多恐怖片的主題… 例如… 科學怪人式的主題… 對不起… 例如… 科學怪人… 以及… 透明人魔… 主義處理… 全部都是關於… 究竟… 科學… 或者理性… 會帶來甚麼效果… 以及… 究竟… 是否… 最終… 會… 遮滅災難… 而且… 當發現… 我們的知性系統… 其實這不是理性的… 因為… 我們是… 分析… 原來我們和… 認識的對象… 是有一種不同之處… 因為… 我們可能… 其實… 知道自己的視覺系統… 是… 即… 對象… 是有一個… 原本的物質… 但我們不可以了解… 但是… 我們… 為何可以知道… 它的顏色… 或者它的密度… 或者它的質感… 全部都是透過… 我們本身有的… 感官系統… 和視覺系統… 去給予我們… 或者… 正如… 例如… 類似的邏輯… 都可以在電影研究中出現… 究竟… 我們… 透過螢幕看到的東西… 是甚麼來的呢… 究竟… 是真還是假呢… 因為… 我們都是隔了一重… 我們始終都是… 看著一些… 一些… 即… 有限制性的事物… 諸如此類… 但… 其實… 當我們這樣運作的時候… 其實… 我們已經… 知道… 這件事… 是一個… 在理性邏輯上… 其實… 已經… 將它… 了解… 已經是一種… 是… 作為不了解的了解… 因為… 我們… 其實… 我們已經知道… 那件事… 是不了解的… 但… 其實… 這是一個… 空洞的概念… 我們可以… 慢慢… 再… 透過… 一些… 刪除… 或者… 一些… 天佈… 將… 裡面… 賦予更多的概念… 本身… 其實… 所謂的不了解… 已經… 在我們已經… 被了解的狀態之下… 一個得出的答案… 而… 不過… 它是… 被視為一種… 不了解的狀態… 所以… 正如… 在剛才的… 這個… 死亡集作… 我們… 其實… 跟死亡集作… 那個… 角色一樣… 我們其實… 處於一個… 一個… 無法學古良的一個世界… 因為… 雖然我們… 習慣… 現代人… 習慣… 處於一個現代文明的社會… 所謂… 所身處的地方… 全部都是有人為的意義… 但我們… 只要去想一想… 開始這套死亡集作… 如果… 人類世界… 其實… 以外還有另一個世界… 雖然這樣… 雖然這樣… 區分有點愚蠢… 其實… 真正… 只不過是… 其實… 所謂的那種意義… 都是人類所賦予的… 但… 其實… 這個人為的意義世界… 總是… 會脆弱… 還有… 有一天會有瓦解… 其實… 有可能… 雖然… 其實… 都有很多偶然性的相遇… 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 跟裡面的主角一樣… 都是抱著一種… 無所依靠的無所依靠的… 冒險精神去… 去面對這個世界… 可能隨時會… 突然間面前出現一些… 奇妍怪狀的事物… 我們都要用於面對… 而不是… 另一種態度,正因為我不可以知道任何事物,我們將一些道德權放在宗教上 只不過是將整個人類的理性發展倒退到前歷史階段 所以《死亡集座》作為一個恐怖片都有別具歷史性的意義 它都關乎到所謂的人類的理性問題 可能今集的內容比較沉重,但我覺得挺有趣 下集可以再講其他影片,多謝大家收看